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知此时灵性已通 可大可小 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 才有了一步石头计 五天玩时 既是贾宝玉的前身 也是曹雪芹的子律 在《红楼梦》第七十回中 作者曹雪芹用小半回的篇幅描绘了贾宝玉同姐妹们放风筝的情景 这段故事不仅生动展现了清代初年 中国人放风筝的种种习俗 也流露出少华苦短 美景意识的淡淡悲凉 贾宝玉 这个所谓天下无能第一 古今不孝无双的贵公子 如她的表妹湘芸所说 喜欢混迹于女孩对立 是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男性形象 风筝放到顶之后 她要剪 然后一剪就看到剩下一个鸡蛋那么小 最后剩下一个豆子这么小 不见了 这个时候接下来展现了贾宝玉的一句话 你必须看早期抄本的时候才看得到 她说 这个风筝不晓得会落到哪里去 如果是在大街上 有孩子捡去玩的话 那就没关系 如果是落到那个荒郊野岭 没有人陪伴她的话 我替她寂寞 接下来她说 她告诉林黛玉说 须得再放一个上去陪她 这就是贾宝玉 那我从某种角度上 因为相信 这是曹雪芹的一种个性的演化 也就是说 她是一个非常温暖的 非常付出感情的 远远地一直风筝 既连着贾宝玉 也连着曹雪芹 那是曹雪芹在北京香山脚下 撰写《红楼梦》的日子里 隆东的一天 老友于景莲攀山着来到她的小院 于景莲之前随清军征战伤了腿 回到北京的家 本人劳作已成难题 为了供养一家老小 她只得以卖画为业 可是 她的画作根本卖不出价钱 于景莲哽咽着告诉雪芹 年根下 家中断垂三天了 小儿女辈 千衣绕西 踢机好汉 于景莲七尺汉子一筹莫展 生不如死 虽然曹雪芹生活并不宽裕 但面对困境中的老友 他立即拿出了家中全部的余钱 和一些粮食交给来客 如此 仍觉得帮不到老友 于是恳请她留宿一晚 准备天明再亲自出门 为老友接待 当夜 无法入睡的于景莲 又像雪芹倾倒苦水 说起了京城某位公子 为买一只精美的风筝 移置好几十两银子 这几十两银子够于余家老小吃一年了 不料闻听此话 雪芹兴奋地叫道 有了 我来教你做风筝 恰好 雪芹简陋的茅舍中 既有竹枝又有纸张 假之她一向擅长搬清 一夜间连画带渣 连坐带骄 天亮时 几只漂亮的大风筝 已然完备 似乎振翅欲飞 却有些疑惑的于景莲 带着雪芹给她的少量钱两 和几只风筝回家吗 那只蜡雨二十三 兴高采烈的于景莲 牵着一头毛驴踏雪而来 毛驴上栽满了鸡鸭菜书 还有一坛自美酒 于景莲告诉雪芹 那天夜里做的几只风筝 都卖出了好价钱 雪芹自是第一功臣 两家人都可以过个肥年了 之后几年 于景莲在北京 以智脉风筝为业 居然成了风筝名家 感恩曹雪芹之余 她还常常登门 请雪芹为她绘制新的风筝图样 曹雪芹一看了这个非常高兴 这就是今天说的话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与技 打鱼的这种技术 交了他手艺了 他能谋生了 所以他说 将以为今之有废计 而无告者谋其有滋养之道也 这个就是说 让残疾人 有病的人 而且无门申诉的人 有滋养之道 这种思想 蒙发了他 要写《非议战记》 曹雪芹写的《非议斋》几稿 分为八卷 详细讲述了八种技艺 分别是 金石撰科 风筝制作 编织工艺 脱胎技艺 织补印斩 圆林设计和烹条 在清代 即便是所谓的康前盛世 统治者也完全没有 保障残疾人生活的意识 一部《非议斋》几稿 不仅体现了曹雪芹 如海般广播的学养 也昭示了他悲天悯人之心 《非议斋》几稿抄本 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出现在北京 当时 北平国力艺专的学生 孔强泽先生 被允许抄录了数十页 原抄本被一位日本人 带回日本 之后不知所踪 曹雪芹在我们的心目中 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小说家 但是这一套书 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面向 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帮助这一个弱势族群 今天 在北京植物园的一余 有一座门前古槐 歪薄树的小院 传说 这就是曹雪芹 写作《红楼梦》时的故居 上个世纪 上个世纪 人们在这座小院的书房里 发现了一首提壁诗 远赴近贫 以礼相交天下少 孰亲慢有 因财而散 世间多 这是曹雪芹在香山一带的朋友 奥比提赠给主人的 由此 间接证实了流传北京西山 近三个世纪的传说 曹雪芹就是在这样一片灵秀之地 写作了《红楼梦》这部剧著 这棵树在这个地区是很有名的一棵树 人们都管的叫微薄树 1984年 四王府村 有个老太太 叫任淑珍 亲自跟我说 在37年 她的奶奶跟她说 说贾宝院 就住在村西边 整白旗的微薄树那 我们那是贾宝院是谁 说贾宝院就是曹雪芹 她这个传说很符合自传说了 今天 从曹雪芹故居进山的一条小路 已被定名为曹雪芹小道 当年曹雪芹经常走在这条小道上 有时背着药箱 行色匆匆 那时去给村民看病 有时也会漫无目的 那时她在默默构思 《红楼梦》的写作 而小道边的风景 茫茫也给她以启笛与滋养 这块千百年来 一直静卧于道边的朔大元宝石 据说 便是补天丸石和通灵宝玉的灵感之源 而这一块巨石上长出的侧摆 又让曹雪芹想到了三生石畔的牧石前盟 曹雪芹夫妇有过一段快乐的日子 那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诞生之后 小院里建货会传出婴儿洪亮的哭声 虽然新生儿的到来 让一家三口的生活捉襟见肘 但中年得子的曹雪芹 终于感受到了人生的美好之处 虽然这段美好的时光 主定短暂 作为《红楼梦》的男主人公 贾宝玉虽然淘气异常 但聪明乖绝 百个不及他一个 有人说你用最简洁的语言评价 贾宝玉 我说很难用最简洁的语言评价 因为这个人物太丰满了 但是你一定要要我回答 我说就两个词 情真 率真 那么在贾宝玉身上出现那种 真 善 美 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一天 香灵与大观园戏班的几个小姑娘豆草 被无意推到了泥水里 把一条促心的石榴裙染坏了 刚好赶来豆草的宝玉 看到了香灵的窘境 跌脚探道 若你们家一日糟蹋这么一件 也不止什么 只是姨妈老人家的嘴碎 饶这么着 我还听见常说你们 不知过日子 只会糟蹋东西 不知西服 这叫姨妈看见了 又说个不清 香灵听了这话 却碰在心坎上 反倒喜欢起来 于是 在征得香灵同意后 宝玉回怡红院 找到自己的大丫鬟席人 席人用自己一条 同样的裙子 回来帮香灵换上 分手时 香灵道 裙子的事 可别和你哥哥说就完了 说病 急转身走了 宝玉笑道 可不是我疯了 往湖口里探头去呢 还有一次 贾母携刘姥姥 到大观园里的 龙翠庵喝茶 之后 妙玉盲命 将那承瑶的茶杯 别收了 搁在外头去吧 宝玉会议 只为刘姥姥吃了 她嫌阿子 不要了 宝玉和妙玉 陪笑说道 依我说 不如就给了那瓶婆子吧 她卖了 也可以度日 你说使得吗 妙玉听了 想了一想 眼头说道 这也罢了 幸而 那杯子 是我没吃过的 若是我吃过的 我就砸碎了 也不能给她 宝玉道 自然如此 说着 便袖着那杯 递给贾母屋里的 小丫头子拿着 说 明日留了老家去 给她带去吧 你比如她说 宝玉院她们 给贾宝玉做寿 她们都是一些丫头 而贾宝玉是主子 她们出钱 给贾宝玉做寿 然后大家在一起 喝酒 什么菜拳 唱小举 然后最后 横切束把她睡在一地 这完全是违反了当时的规矩 这就是西方讲的狂欢节 狂欢节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等级的差别 大家都是平等的 陆家思想比较强的时候 都是为了社会 为了家庭 为了父母 为了他们的蹊跷 他们来就 自己要努力下来 然后拿到一个好的官 这样的话就生活好 他是偏偏不要公民的 他是要的是真情 这个是当年 可以说是叛逆的性格 所以中国文力发展世上的 也是贾宝玉的出现 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志 这个熟悉性和友谊性 他在社会上发展 无论的社会上的社会 是一个想法 which developed around the same time in Europe with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所以 the novel very well describes 红楼梦第33回 贾宝玉因调戏母币 结交幽灵 被激愤的父亲贾政暴打 面对仕途劝解的门客 贾政喊道 到这不天地还来劝解 明日酿到他是父是君 你们才不劝不成 索性 宝玉的母亲和祖母 相继感到奋力拦阻 否则这个离经叛道的贵族少年 真是生死未卜 当晚 黛玉悄悄前来看望宝玉 黛玉抽抽叶叶道 你可都改了吧 宝玉听说 便长叹一声道 你放心 别说这样话 我便为这些人死了 也是情愿的 终于 秦文被贾府扼杀 宝玉又被胁迫迎娶宝钗 从而直接导致了待遇 泪尽而逝 悲愤的宝玉 如其家族所愿 考取了功名 之后便毅然出走 对他父母 他还他们一个功名 考了地举人 中举了 对他太妻子 还留给他一个儿子 他府中 宝钗还了他的儿子 以后叫贾贵 给他儿子 以后要 贾贾整个要兴起来 贾贾整个宝钗要担负的 戏人呢 跟他熟缘最深的是 留给他个丈夫 蒋玉涵 别忘了 这个 蒋玉涵是演员 所以还在俗世里边 替宝玉演完这出戏 这从古至今的哲学家 文学家 都在思考了问题 就是人生终极意义 人或在世界上 有什么意义 那么一部石头记 我认为它的价值 就在于 用这块石头的 清剑清文 清剑清文是 一个书里头的话 清剑清文 说明在现实人生中 确实存在着 有情之天下 即便是短暂的 即便是悲剧 但是这说明 人生是有价值的 这个是我认为 《红楼梦》的一个 是一部石头记的 根本价值之所在 人生是有意义的 《红楼梦》第120回 贾政送贾母 黛玉等人的灵鹫 去江南安葬 围城间 乍寒 下雪 活在一个清静去处 抬头呼见船头上 微微的血影里面 一个人 光着头 赤着脚 身上披着一领 大红星星沾的斗篷 向贾政倒身下败 贾政尚未认清 急忙出船 欲待辅助问他是谁 那人已败了四败 站起来打了个问序 贾政才要还阴 迎面一看 不是别人 却是宝玉 贾政吃一大惊 忙问道 可是宝玉吗 那人 指不言语 四喜四悲 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 一僧一道 夹住宝玉道 足远已毙 还不快走 说着 三个人 飘然登岸而去 贾政不顾地华 急忙来赶 见那三人在前 哪里赶得上 只听得 他们三人口中 不知是哪个作歌约 我所居西青梗之风 我所游西 鸿蒙太空 谁与我侍兮 五水与从 渺渺茫茫兮 归比大荒 一七六一年 秋天的一个晨午 正在明辞的曹雪芹 被来客的喧闹声 打断了写作 原来 他的学生 敦敦敦成兄弟 起了个大早 特地来西山 看望老师 敦敦敦成兄弟 对这位一生傲骨的老师 一向是满怀亲近的 敦成曾辅施 劝君莫谈时刻夹 不如著书黄叶村 黄叶村 是对北京香山秋天的 诗意表达 正满桥就有描写 香山秋景的诗句 匹马寻进黄叶寺 雨晴倒暑早秋天 主课寒暄之后 话题又落在了老师的大作 《红楼梦》上面 大家砍起了贾宝玉 还有他的众姐妹 此时 《红楼梦》手稿 一开始断断续续 在京城文人间流传 每每有好友 前来借阅文稿 曹雪芹总是说 好啊 先请我喝酒 我就借给你看 这样一来 曹雪芹的《红楼梦》 虽然已经基本完稿 处于不断修改之中 但黄叶村的小宅子里 却很少有文稿齐全的日子 不是前二十回借给了张家 便是后三十回借给了李家 直到太阳偏西 喝得半醉的兄弟俩 才向主人告别 踏着铺满红黄两色落叶的小径 一步伤回头地向京城走去了 敦城曾为这次访问 特意写下一首赠曹雪芹 满静彭后老不华 举家十周九长生 横门替仓愁金雨 废管腿楼梦旧家 四夜清前留恪醉 日望西山参暮霞 传说 西山有一位姓白的孤瓜老妇人 曹雪芹尽管自家生活窘迫 但时常接济她 还为她砍地采药 这位宝金沧桑 睿智开朗的平民老太太 曹雪芹经常被她逗得哈哈大笑 好人推测 《红楼梦》里 那位聪明过人的刘姥姥 一定有着白姓老妇人的影子 在乡林们的眼里 这位学问大 会看病的曹先生 是全村的大恩人 请他看病不要钱 而且按他的指点 只要上山采几味草药 煎了服下便可以痊愈 对于曹雪芹来说 了解到乡林们的许多哀乐 也让他的《红楼梦》 获得了非常宝贵的草根视角 江山地区的老百姓 对曹雪芹有着许多的美妙的传说 比如说江山整白秦 在找有位教育家叫赵东华 他是光绪念见的人 他曾经向他的儿子赵思成讲过 说曹雪芹在整白去啊 种芹菜 干嘛呢 当药材 因为芹菜这种药材 治什么治骨骼 也就是大豆的症 曹雪芹呢 用芹菜做药材 去救治当地的 有病的 贫穷的老百姓 作者本人 在《红楼梦》中坦诚 曹雪芹于道红圈中 辟月十载 增山五次 实际上 他的初稿 仅用三年左右便完成了 之后的漫长岁月 便是对这部剧著的修改和打磨 这个过程是异常痛苦的 但后世也由此见证了 一位天才的诞生 后来看张爱玲 或等等的这些专家学者 他们指出 《红楼梦》里面的这些人物 是不断地演绎出来的 就是说不断地发展出来 就是各种版本 又多一点就多一点 前面那个版本 还没看到情文 情文就出来 下一个版本 金串 他都是在后面的版本 再加进来加进来 那可能就是说 他生活越来越丰富 思考越来越多 生活中还有谁 他把他写进来 命运似乎对曹雪芹 是不公的 却又无比厚爱 当他舞动如传之笔 书写红篇巨质 《红楼梦》时 最真实的十八世纪中国 已跃然之上 一部《红楼梦》不仅仅是东方文学 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 和思想史上的最高成就 他是汉人 他也是满人 汉文化满文化他都有 他是南方人他也在北方写成的书 《金陵姑书》 江南的那种婉约缠绵的那种风格美学 他有北京那种辽阔苍茫 那种景象他也有 所以他的文化过程很复杂的 这个人 那么汤先祖呢 他是追求有情是天下 曹雪卿啊 有一点跟汤先祖不一样 汤先祖认为现实世界里头 没有有情是天下 有法治天下嘛 而曹雪卿认为 他在现实世界里头 有存在着有情是天下 那么曹雪卿这个思想呢 情的思想呢 继承了 发扬了 汤先祖的这个 这个情的这个思想 我认为在文学史上 在思想史上 也很有价值 1762年深秋的一个清晨 敦城来到宣武门内的太平湖 找哥哥敦敏 走进敦敏的四合院 竟然看到院里 站着老师曹雪卿 曹雪卿告诉惊喜的敦城 前一天晚上他就到了 同敦敏喝了一顿大酒 早上敦敏宿醉未醒 客人倒是掀起来了 还不断大叫酒渴 敦城连忙拉着老师 来到了街边的小酒馆 敲开酒馆的门 两人才意识到 身上都没带银钱 于是敦城 敦城毅然解下腰间的佩刀 压给店主 请雪卿喝个够 雪卿当仁不让 一边大口喝酒 一边大喊快哉 酒足之后 曹雪卿做长歌 以谢敦城 可惜这首长歌 后来遗失 好在敦城的贺诗 今日有存 让我们今天仍可以想象 这位大文豪痛饮的盛况 何时行道 我今此道空作配 岂是旅前为妄想 北若一斗负一斗 令此肝胆生脚忙 曹子大笑称快哉 看女刀影娇寒光 1763年秋天 曹雪卿的幼子 突然染上了流行病 作为父亲的曹雪卿 使出浑身细数 也无法医治 很快 幼子便腰折了 巨大的不幸 突然间击垮了曹雪卿 她不明白 为什么在她短暂的春秋中 厄运总是降临在她的家族 她的亲人和她本人的身上 多年来 结局的生活和繁重 颇好心力的写作 早已吞噬了她的健康 此时 情绪化的曹雪卿 更是不顾一切地 以村酿教酬 而寒冬冷酒 终于使她一病不羁 离留之际 也许她如宝玉出走时那般 自喜四悲 也许她的心中 回想起了宝玉离家时的 仰天大笑 我自己也知道该走了 走了 走了 不用胡闹了 完了是日了 这一年的除夕 北京西山 大雪在纷纷扬扬地飘落 在江南出生和长大的曹雪卿 一向非常喜爱 北方的哀哀白寻 此时 她终于随着 那飘向天边的雪花 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享年四十八岁 她抛下了泪流满面的妻子 留下了一步 让中国人永远为之自豪的千古绝扬 曹雪芹 生于康熙末年 足于乾隆中叶 近五十年的生命 均处在所谓的康乾盛世 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 最后的回光自治 在最后的烦恼之中 她目睹了繁华 也经历了苦难 而最终 她以自己的旷世才华 让繁华与苦难 伴着理想的光芒 化作了最为期晚 与美好的语言 成为送走封建制的多情晚歌 难道我们阅读《红楼梦》 流下来的眼泪 曹雪芹流下来的眼泪 难道仅仅是一首倒红的晚歌吗 也不是 就是说《红楼梦》一书 产生于封建社会的默契 但她对中国的新民主义的文化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反帝 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 所有的风云人物 你比如说风云人物这很多了 那个蔡元培也好 胡适也好 这就是风云人物 还有旗帜性的人物 比如就是陈东秀 鲁迅 他们都对这部世界名著 都非常熟悉 而毛泽东同志的中期一生 都在掠读这部文学剧作 据记载 《红楼梦》前八十回 也就是带有枝叶斋点评的 石头记手抄本 在曹雪芹去世前 便可以在集市中买到 价格高至数十两银子一步 1791年 文人高厄和成委员 首次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的抄本 积齐 在完成细夹离涕 结长补短 超成全部的编辑工作后 用木活字印刷出版 史称《成甲本空楼梦》 第二年 也就是1792年 针对《成甲本》存在的一些谬误 《成委员》和高厄又出版了《成乙本》 《成甲本》《成乙本》也通称《成高本》 成为后世流传最广的读本 《成高本》出版前后 《红楼梦》 以凭借其内容上的巨大魅力 在文人学子间 一度达到 开卷不谈《红楼梦》 读尽诗书也枉然的地步 二十世纪初 胡适等学者曾提出 《红楼梦》厚似识识毁 有高厄虚险 随着海内外对《红楼梦》 研究的广泛和深入 更多的权威专家 推翻了这一轮断 他们认为 全书一百二十回 实际上均有曹雪芹完成 成委员和高厄所做的 是编辑和必要的修补 所谓《红楼梦》未完的遗憾 并不存在 世界上的有名的那经典 还没有一本 是两个作者以上的 因为两个作者 材气都那么高 这么了不得 怎么可能他们风格一样 如果一个高一个低 那个低那个一定 一定学不来才高那个 后世会写得极 非常好 极好 很重要的两根柱子 一个是《黛玉之死》 一个是《宝玉出家》 前面八四会写得再好 因为是为这个东西最后准备的 叙书是不可能的 不但给别人叙书是不可能的 给自己叙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也写过各种各样的长篇小说 你不要说续四十回 你让我续半回也不可能啊 你写过是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心情 你如果这个书的原稿丢了 你自己再写一遍也不可能 除非你你存盘了 1793年 也就是《红楼梦》成一本出版的第二年 一艘海船从浙江嘉兴的平湖起航 前往日本 船上载着120回版《红楼梦》九套 半个多月后 这艘船立达日本 这是《红楼梦》海外传播的最早记载 早在19世纪初 便有马里逊等欧洲人 将《红楼梦》的片段 译成外语介绍到海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杨献义戴乃迭夫妇 和霍克斯·敏夫德·翁绪 翻译的英文全一本《红楼梦》 几乎同时分别在中国和欧美出版 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 1981年 汉学家李志华和夫人 用了27年时间翻译的法译本《红楼梦》 在法国出版 法国文学界评论说 《红楼梦》全译本的出版 填补了长达两个世纪令人痛心的空白 我们似乎发现 法国古典作家 普鲁斯特 马里沃和斯汤达 由于厌倦于各自苦心韵比 因而决定合力创作 完成了这样一部 天才的红篇巨著 《红楼梦》 至二十世纪末 世界各主要语言几乎都有了《红楼梦》的全译本 进一步奠定了这部剧著 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教人地位 我常常讲这一段 僧是僧 道是道 儒是儒 一个和尚跟一个道士 两个人在手牵手在一起 这是他设计 是一个很美的贯穿 而这个很美的贯穿 都要融到我们的生命迪运里头来 如果说地球上的树都没有了 突然发现某个角落 还有一本《红楼梦》 那么中国人可以放心了 为什么 有《红楼梦》在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就不会毁灭掉 大概50岁到67岁的 这个时间之内的 我跟《红楼梦》在一起 我自己的年生当中 也是非常高兴的 非常有知的 怎么说呢 我的年生这书就是《红楼梦》 我自己是学西方文学的 《红楼梦》看了一辈子 我就宣称它是天下第一书 然后曹靓军 最后是以天眼看《红楼梦》 我们开始翻译整个词 一起翻译 《红楼梦》的学问 前80回是天才之作 后40回也是天才之作 《红楼梦》的学问》 《红楼梦》的学问 《红楼梦》的学问 《红楼梦》的学问》 《红楼梦》的学问 《红楼梦》的学问 《红楼梦》《红楼梦》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